2022年11月22日,景宁收足自治县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大会,即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启动仪式顺利举办。 现场,与会嘉宾共同观看了景宁文旅专题宣传片, 那山民族风情运动休闲综合体,九龙山省级地质公园4A级景区开发项目, 山水文化艺术公园等8个总投资达50亿元的重大文旅项目在会上集中签约。 山水画廊,风情奢臣,从自然到人文,从厚重到时尚, 景宁之美得益于文旅人的精心雕琢。 活动现场表彰了最美乡咸纳云集团董事长叶丽斌, 景宁奢厢红冰大酒店董事长叶华杰, 优秀导游夏立宏等一批奢厢最美文旅人。 他们在产业发展,文旅融合,乡村旅游等多个维度, 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文旅人的责任与担当, 展现了景宁文旅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。 此外,为加快推进景宁文旅在长三角市场的宣传推广工作, 不断向外传递景宁的好声音、好故事、好形象, 景宁文旅宣推联盟应运而生。 该联盟共有50家单位构成,围绕五大方向, 旨在构建一个全媒体发声,多平台发力, 跨区域联动的宣传推广体系。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, 也是景宁奢厢族自治县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启动之年。 21日晚,泡泡仔主题公园举行开园仪式, 《奢乡之窗》、《云中大气》等奢乡实景正式发布。 景宁文旅事业增加速发展, 书写着全域融合发展的新篇章。